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龙 乾龙 回龙 这就是常见的五种龙之入手的形态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细分 不过我们把这五种给掌握了 基本上天下的风水 任你看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入手就是节血龙的一个形态 关于回龙大家知道 我们在前面的课也讲过很多 恒龙我们也讲过很多 非龙的话各位不是很了解 那么我们今天就分别来讲解一下 龙之入手分别有哪些形态 他们又各自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各自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他们才可以节血 他们才是急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先说一下植龙 植龙的形态在风水当中 也是比较常见的 像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常见 但是植龙结的血比较少 而且植龙力量很强 所以植龙结血大多数的血位 由于他受的气特别的强特别的正 故而这种血位只要沙水配合的好 多半能够出非常富贵的人 因为他受的气很好很旺 那么植龙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我给大家画一下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祖山 然后像这样子发麦发麦发麦 然后发麦到这个位置 这两边就开始开胀了 这个位置你看 这个麦就是从后面过来的 血结在这里 比如说血腥在这里 结在这里 这个就叫植龙 植龙就是说龙是从后方来的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点了一个血 然后我这样朝向出去 这样朝向出去过后 我们的来龙在我的正后方 并不是我的入手 而是我的来龙在我的后方 来龙 就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结血 然后在这个地方测来龙 这是第一结龙 这是第二结龙 这是第三结龙 那么这三结龙我们发现 它基本上是在一个宫位 比如说它是在砍宫 人 子 贵 砍龙 可能是在人龙 可能子龙 可能贵龙 稍微有点偏差 无关系的 无所谓的 也是子龙 也就是说最后这三结 或最后这五结 它的气是在我的正后方 因为我们最后地穴一定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砍龙来一定是做砍 比如说人山柄像 子山五像 桂山丁像 这就是什么 我们受后方之气 非常旺 所以这种气多半是很旺的 这就是直龙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分辨出 它是什么样的龙 它是直龙 如果它是直龙 那么后面的气就特别的旺 后面的气很旺 前面就要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血才可以用 所以后面的气很旺 我们就要知道 前面的这个血 它的唇 它的乳 一定要宽大 就是前面这个唇 我们一定要宽大 也就是说 我们结穴前面这个位置 一定要宽大 如果前面这个位置太小 或明台过于的狭窄 过于的逼压 这个血是不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这个直龙穴 反而是一个煞 所以直龙结穴 前方的明堂一定要宽大 因为如果前方明堂不宽大的话 后面的气太旺了 前方没法受 受不了 反而会对这个穴造成一定的伤害 这就相当于是说 后面是一辆车 这是一个路 这个地方有一台车子 是不是 有一台车子 然后这个车子不停的往前跑 因为它在直线上跑的时候 它速度很快 跑到这个点过后 我们要它停下来 停下来它能停的下来吗 停不下来 它还有一段距离 它要缓 有一个惯性 还要有一段距离 还要往前跑 这就说明这个车跑到这里了 还要往前跑 那么气也是一样的 气跑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穴这里定点 那么它还会往前跑一下的 但是这个穴气跑到前面去了 如果前面就没有关栏 这个气就不回来 但是如果前方关栏的过于狭窄的话 前方也跑不过去 就不平衡 后方来龙力量太强 前方没有太大的明堂 明堂太小 如果明堂太小 这个地方的气就装不下 那么这个穴也是不可用的 所以像这种地方它对穴的要求 就是说前方一定要有明堂 要开阔 其次的话就是前面 这个穴的前面一定要有唇 要有唇 要有兜收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前方没有唇 没有兜收 是不可用的 所以直隆结穴就不可用 但是直隆结穴力量很强 多数这种穴特别忘人丁 所以一般修池塘就适合选择这种穴 就家族人丁兴旺 因为它力量很强 来龙很强 而且管的时间很长 如果是直隆结穴 前方有明堂 暗山也特别漂亮 水口观蓝 并且左右护卫 那这个穴就能出大关 很大的关 或者出很富贵的人 因为它后面的气力量很强 后面的力量越强 这个穴受到的气就越旺 各位要明白 这是直隆 直隆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直隆能结的穴也是比较少 因为直隆一定要开葬 也就是穴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开葬 如果没有开葬的话 这个气也受不了 就像一杆枪一样 是吧 你后面一杆枪直直的过来 没有开葬 它也不能结穴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一定要明白 这是直隆 那么直隆我们就讲到这里 很简单的 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 直隆过后就是恒隆 恒隆结穴的特点 它的隆不是从后面来的 它是从左边来的 或者说从右边来的 或者是从左后方来的 或右后方来 它不一定是正对的左右 稍微有点斜也是很浓 这座龙有一个特点 大多数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见没有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又开葬了 它又开葬了 这个地方起了一个血腥 这个位置就可以定穴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父母山 它的父母 然后龙是从这边过来的 也库头说是从这边过来的 这就是恒隆 恒隆在生活当中是最多的 为什么是最多的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直隆本能就很少 是吧 你看直隆就像这个隆 结穴只能结一个 要么这边一个 要么这边一个 结一个 但是恒隆就可能 这里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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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来看恒隆是比较多的 但是恒隆成格 恒隆可用的是非常少的 恒隆这种血如果用的不好的话 人丁萧条 不一定就不发财 人丁萧条 因为后面的气比较弱 所以恒隆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什么呢 后面必须要有鬼山 这个叫鬼 前面叫关 后面叫鬼 关鬼就是有前有后 这个叫关鬼 后面一定要有鬼山 为什么有鬼山 有鬼山代表我后方不空 你看他有麦 如果后面有几重鬼 那就更好了 那么这个鬼山 可以和这个山是连起来的 也可以是独立的一个山峰 也可以是重新的一条新的龙 或者说三条龙 它们又在一条线上 这也是恒隆 隆不是从后方来的 这个叫行隆 就是行走的隆 重叠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线上面的 也可以做风水 这是恒隆 那么恒隆还有一个特点 这只是指鬼山 除了鬼山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这种叫恒隆 这种叫行隆 我们要知道行隆 行隆是什么意思 就是隆还在走 对吧 隆在走它不结血 我们直接把 血弄到这上面去 它不一定能用 比如说后面有鬼山 你不可用 直接用到这上面去 看它开不开口 是不是 行隆是否开口 不开口也不可用 开了口才可以用 这都是技巧 是不是 那么除了开口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不是有行隆杀 行隆杀 就相当于说这个隆下了蛋 可能各位没听到过这个词 我只是方便大家理解 隆下蛋 怎么讲呢 就比如说这是一条行隆 隆是这样在跑 隆是怎么跑 我们怎么确定 它是根据水的 你看水是这样在流的 隆就是这样跑的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三个星风 都是很孤独的 唯独这个星风 它这里又出来了一个星风 又出来了一个星风 就是星风包围星风 说明这上面就有血 因为这就是它下的一个蛋 蛋就可以孕育生命 对不对 那么这个蛋可能是土星 可能是金星 一般来讲 金星是最好的 因为金星可以直接做血 但是土星不可以 土星它的气比较的石板 它必须要变化一下才可以 因为土星它没有生气 它的形状很好 但是它是感觉很傻傻的那种感觉 那金星的话就很圆润 金星可以直接做血 父母星和血星最好的就是金星 金星的话 我在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古人把它称为什么 称金之术 何谓称金之术 就是我们尽量去做一个金星结血 那是最好的 那么这种就可以 只要有一个山风 又出来了一个星风 就可以就可以用 这叫形龙沙 就代表它下蛋了 要么开壳 开壳就是这个位置 凹了一块进去 叫开壳 但是光开壳不行 它必须要有鬼山 不然的话也不可用 因为龙还在跑 你没有东西去依障 这个地方不可用的 这就是恒龙 恒龙是很常见的 那么恒龙也是要开壳的 就像我们刚刚这里画的 是吧 它也要开壳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血就很普通了 一定要开壳 或者说这个龙有点弯曲 有点弯曲 就像这个龙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在这里 有点弯曲 也是可以用的 要么就两边要重新又生出来一个吃麦 那么这个龙才可以用 这个叫恒龙 恒龙在民间是常见的 也就是说有一大部分的老百姓 他们家的风水 几乎都是恒龙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种血比较多 就地比较多 就这种地比较多 所以我们出去看风水 多数都是恒龙 都是在龙身上 不是在龙的尽特 它不是植龙 因为它是恒龙 我们就要重点去观察 有没有开壳 有没有心动杀 有没有鬼杀 如果没有 这个地方是不可用的 当然肯定有人会问 既然不能用 我看到处都在用 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天底下任何一寸土地 都是可以用的 区别只在于好坏 各位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明白 区别仅仅在于好坏 就比如这个地方很好 能够发人丁 这个地方很好 吹财吹贵 这样的一个道理 但是风水学自古以来 就是利而不传 不能让老百姓都知道了 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 都会去看好风水 都会去争夺天下的好风水 就容易引起大乱 所以这么一技术 都只能少数人知道 不能多数人知道 这叫恒龙 恒龙是很常见的 也正因为常见 所以我多说了一会儿 就是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 植龙是比较少的 并不多 非龙也比较少 我们下一个就是说一说 这个非龙 直龙很好理解 龙是从后方来的 是吧 非龙很好理解 龙是从左右来的 这个恒龙是从左右来的 那么非龙呢 高 非龙结穴的 它有个特点是高 就比如说 这是一个穴 你看 我们把穴结在这里 这就是非龙 你看这个龙一跑跑 一下子飞起来了 非龙的特点是高 所以非龙结穴 多数是发贵不发负 就是他怎么发贵啊 能够出当官的人 但是他不是富豪 他可能是个隐形的富豪 但他主要表现出来的还是贵 因为古人一句话 叫十个贵穴九个高 十个贵穴九个都是很高的 非龙多半是结贵穴 但是是不是这个山脉弄得高 他就能够出贵呢 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有条件 而且他的条件特别的苛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他是非龙结穴 那么周边一定要有山峰 与他相配 也就是说不能漏气 就比如说 这周边的山峰都很矮 然后就他很高 你看 从这里画条直线漏气了 可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这种地方反而是孤寡之地了 怎么可能出官柜呢 不可能 所以高的话 就是这个穴结得很高 周围也一定要有护卫才可以 如果没有护卫 这个地方也是不可用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非龙结穴的话 周围一定要有依靠 也就是说 他和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样的 必须要有依靠 才可以用 不然不能用 非龙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贱 所以现在有些人盲目的 把阴宅做得很高 认为就可以摧跪 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在穴位当中分为三瓶 何为三瓶呢 分为上瓶 中瓶和下瓶 上瓶结穴 多半是发贵 中瓶结穴 富贵都有 但是来得比较晚 下瓶结穴 多半是富而不贵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这只是通过三瓶龙来判断 但是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穴很高 然后你站在穴的这个位置 你看周围的山峰 是傲视群雄的感觉 那么这个地方多半是出柜的 多半是出柜 出名 出名就是这个人 在几十亿人当中 一下子展露头角了 他就出名了 这个穴也是一样 你在很远都能看到 你看 为什么寺庙要穴那么高 寺庙要贵 寺庙的风水贵 就会有贵人来 然后有贵人来寺庙就能出名 寺庙出名了香火雄旺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寺庙的穴也要高 寺庙就很适合飞龙结穴 飞龙结穴才可以 很适合 那么除了飞龙之外 还有一种叫浅龙 浅龙 浅龙的特点就是低 它与飞龙是相对的 那么浅龙结穴就很低 就说龙是从这边来的 一下子就低矮了 然后穴就跑到这边来了 就它结穴就很低 它不是很高 那么浅龙结穴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在贫阳地绝穴 一般来讲落下来 我们就要在这里面找一个相对来讲 有点微微凸起的一个地方来用 这叫贫阳一凸起 贫阳之地一般都是浅龙 贫阳之地多半是浅龙 像西北地区多半是飞龙 北方飞龙比较多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 我们这边很浓也多 贫阳很少 它有区别 这就是浅龙 然后要有水 要么得水 在阳中求阴 因为阴 这个叫阴 为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是阴 落下来了就是阳 然后阳中又求阴 阴中见水又求阳 不断的阴阳交购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贵 它交得越多越贵 你看阴阳就是一次 再阴再阳两次 再阴再阳三次 交得越多越好 这是浅龙 浅龙就是把血结得很低 就这个意思 血结得很低 它不会很高 浅龙就有点类似于 像我们这个地方可不可能浅龙 也可能 不一定全部是皮阳 不一定全部是平阳 只是说平阳的龙 是潜在地下的 那么平阳的龙潜在地下 你看 这是地 地平面 这个平阳的龙潜在地下的 我怎么把它找出来 你说我把它挖出来 不科学 风水当中的龙 并不是指 我们经常说 在天上飞的龙 不是那个意思 龙只是一个比喻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就要看地下有没有凸起 比如说这个地方一下凸起来了 这个地方一下子凸起来了 你看我们要把它找到了 龙 这不就是龙吗 它就有点类似于 这是这个样子的 能不能听懂 这就是一个龙 是吧 这是一个龙 它在跑 它在跑 是不是 你要把它找出来 你就找到凸起的地方 凸起的地方 就是它了 就是它 你只要用在这上面 就在龙身上 这里也没在龙身上 没用到 这里也没在龙身上 没得到 没在龙的身上 你就没有气 所以要找凸起 就是这个道理 很简单的 很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朝向它 我们也可以坐在它上面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龙 这叫山龙 水龙也可以 水龙就是河流 河流 一样的 水龙就是河流 所以就行凸起 这就是潜龙 潜龙就要有凸起 要么就有水环抱 因为有水环抱的话 它也代表气是聚在中间的 也是可以用的 叫水龙 要么你得山龙 要么得水龙 就两种得法 这就是地 我们如果要判断它的存在 就要看哪里凸起了 要有明显的凸起才算 真正的一下子 聪起来的一个山 不是很高的 就是一个 一个包 我们经常说一个包 像田养一个包地 对吧 它并不是很高 很高就是很大的山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潜龙 潜龙很简单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灰龙 灰龙 灰龙是直龙恒龙的一个结合 它也可能在飞龙上灰 也可能是潜龙灰 都有可能 那么灰龙呢 就是灰龙故祖 所以它还有两个叫故祖 祖是什么 就是祖山 就是太祖山 就最远最远的祖山 周围最高大的这个山 发麦的这个山 所以这个地方的龙 多数是从前方来的 严格讲 它就是从前方来的 不能说多数 它就是从前方来 直龙是后方来的 横龙是左右来的 非龙是高处 前龙是低处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各位就理解了 比如说 这是一个祖山 太祖 然后山脉 很多山脉 很多很多很多山脉 到了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起了一个顶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结屑了 结屑了过后 我们朝向 刚好又朝向了祖山 也就是说 这个龙兜兜兜转跑了一圈 它又能朝向祖山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看 你发现这个穴在 回头看我 所以叫回龙固主 固就是看 回过头又来看祖 就像我们要走了 爷爷来了送我们 我们舍不得 走了半天了 没有回头看看爷爷来了 就没有走 对吧 如果从这里跑掉了 叫不叫回龙固主 不叫 这叫回龙固主 但是回龙固主有个特点 就是你一定要离祖山有点远 如果太近的话就是B 那不可用 而且你离得远一点 中间就经历过了波幻 因为它是个老龙 老龙 所以你要离它远一点 我们就能从老龙变成嫩龙 从高变矮 从大变小 从粗变细 从老变嫩 然后再回龙固主 这个时候你就不怕了 你就不怕它老了 没关系啊 因为我做的学是很嫩的 我向老没关系 我孝顺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回龙 那么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我们去看风水 遇到的也多半就是这五种情况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有 但是这是大方向 就像金木水或土 五个大方向 其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细化的 它有什么 有直龙固主 横龙固主 非龙固主 乾隆固主 还有其他的 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五种状态明白 你就够了 你不要再去学其他的 学的复杂了 反而不好 大道之解就可以了 这就是回龙 回龙在生活当中不是很常见 但是回龙也是非常吹贵的 非常吹贵 而且我刚刚说了 回龙一定要血山和祖山有一定的距离 而且中间要经历过很多变化才可以用 不然的话是不可用的 也是不可用的 这就是龙的入手几种情况 几种形态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以后在实地勘测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判断龙是从哪方来的 从而判断它是直龙 还是横龙 还是飞龙 还是乾隆 还是灰龙 你把这几种形态判断了 你就根据我刚刚讲的这个条件 他是否具备 是不是啊 像直龙他是否具备 前方是否开阔 横龙是否有鬼山 是否有形龙沙 是否开阔 非龙是否周围要有依靠 对吧 不能够独高 后类鸡群 前龙是否有突起 是否在龙脉上 回龙是否离他有定的距离 前方明堂是否宽大 后方是否有力量 回龙其实要和横龙结学 结合起来 他后面也要有鬼山 也要有力量才可以 如果没有力量 他也不可以 不可以向主 向主他睡不了这个气的 这就是龙的入手几种情况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